早安 今天是2024年10月23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这些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达华继显 香港研究部策略师杨允锐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Kurtis 今天大使有什么焦点? 今天主要是看着A股的表现 数据都出得七七八八 看看最新大使的成交是如何? 是的 看到成交就进一步回落 港股过去几天的波动就越来越窄 在这个市况之下对后市如何判断呢? Kurtis一会儿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来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的各别发展 导致一度跌200点 收市时跌幅大为收窄 市场继续关注着美股业绩的放榜 减息前景和正在逼近的美国大选选情 美国长债的债息升穿4.2厘 导致连跌第二个交易日 最多跌超过200点 收市未跌6点 收报42,924点 标指跌2点 收报5,851点 纳指年升第五个交易日 收市是上升0.2% 收报18573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升近1% 欧洲股市普遍要向下 金价继续在高位横行 油价向上 焦点股份方面 Meta做好了 苹果和Tesla的股价都要下跌 芯片股方面 NVIDIA轻微回落 AMD要跌2% TSM的股价都要向下 以月托政血形式在美国买卖家 科网股ADR普遍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京东美团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超过1% 阿里巴巴比本港收市 连略低 折合97.6 汇控比本港收市高1% 一齐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组段 方向不明确 未升2点 38,414点 首义综合指数在升12点 升来普通股指数在升13点 新西兰硬10成份股指数要向下 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最新的情况 我们会稍后再跟大家更新的 我们现在和Curtus King 谈谈外围的市况 美股现在的情况 上日就是区别发展 未来两件大事大家看 第一就是大选 先大选 然后一个星期内 就会有11月的次议息会议 最新民调看到两个候选人的民调都是叮当码头 何锦黎现在略略领先 看一些主流的民意调查 但在资本市场看到 好像另一个故事 几个层面去看 最直接的就是 特朗普直接相关持股的股份 DJT 隔晚又升了一成 去35元的水平 这股份有股份 高位的时候 昨天就升了60% 他就是一只流动电话 或者是流动程式的广告公司 2020年就曾经帮助特朗普 设计这个竞选软件 他昨天大升 有些都解读为 觉得是一个Trump Trade 觉得特朗普的胜选 又超前 或者又大幅上升的时候 这股份又有一个比较大的上升 好 月初至今 其实那些加密货币 都有一个不少的升幅 Bitcoin月初至今升了6% 连带的Microstrategy Coinbase 其实都有不错的上升 好 Trump Trade 来到这个水平 还有两个星期就大选了 Kurtis 你觉得还能炒吗 还有再宏观点去看 大选前 美股是否再能够持续 在现在的现水平去横行 分两个问题 先看看Trump Trade 我觉得大家要弄清楚 为什么Trump Trade会有得炒呢 我想未必代表特朗普的胜选 非常明显高一点 因为刚才说到的民调 其实现在叮当码头了 你说全国的民调 现在相差都是两三个百分点 如果你看到选举人票 计不同州份的民调 去组合出来的话 其实反而现在赫锦麗有优势的州份 加上的选举人票 就比Trump的220多张 Trump是210多 很老套地说 中间还有一些摇摆州份 就是90多票 所以其实跟过往那些 大选的情况都差不多 现在都仍然是不分上下的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兴起的Trump Trade 就是因为 赫锦麗本身其实都是民主党 亦都是拜登的副手 即使他当选的话 其实不会见到政策方向 有很大的改变 换言之 其实一切如常 没有什么好炒的 但是反之 如果Trump当选的话 大家预期政策方向 会有比较大的改动 这样才引发一个Trump Trade 所以就没有一个Harris Trade 所以你这样看的话 即使市场这样炒 不代表现在Trump的胜算特别高 所以我想 大选前可能可以继续炒 但是大家留意着 11月5号大选 可能前几天都不排除 会有些人开始获利或是离场 尤其是很多Trump Trade的股份 市值比较小 波同比较大一些 如果真的比较稳定一些 除了Trump这个因素之外 还有其他的利好因素 其他的股份 可能就会 当是Trump Trade的一部分 就会稳定一些 包括可能 黄金、加密货币 或者一些金融股 这些可能作为 如果你真的想 持续长一点 过大选去看的话 这些可能就会稳定一些 你说如果整体的大事来说 其实我们觉得 很关键就是11月初的 你说以 过纳指为例 近来都开始 差不多要撞到 双顶位置了 如果你拉长一点 看到其实去到7月份的高位 大约18,600至18,700 就比较大阻力位 你说 结合 为什么会设到 11月初的位置呢 结合 8月5号的低位拉上来 其实就有个 上升支持线 这两条线加上 大家 现在画不到图 都可以大约 幻想一下 就有个 上升三角形形态 正正突破的时间 大约会在 11月初 所以我觉得 无论从消息层面上 看着大选和意识 或是你和技术走势的形态 其实现阶段 可能你还有一些 短线部署的空间 但都可以考虑 少少 可能先取消 到11月初 如果真的有突破 有新的轮升浪 再大手 入场 都不迟 你觉得现在的 现水平反而是一个 高位度 是一个 只赚获利的时机 我想 部份获利 尤其是你低位上来的话 其实 8月初的低位上来 升幅都一两成左右 反而你在这么大的 不明朗因素之前 先获利 但又不要让自己完全空疮的话 都是一个选择 可以参考一下 或者吃半牛半都是一个 比较稳固的策略 我们先看看恒生指数上日的情况 港股继续闷局 上日责幅上落 成交进一步下跌 恒指昨天低开44点 最多是升151点 之后又要跌近100点 收市升20点 升幅0.1% 收报是2498点 国指升0.3% 收报7363点 科指升0.7% 收报4521点 大市全日成交1548亿 是9月23日以来 近一个月以来最低的 北水全日 吸资59亿1000万 连续两个交易日 录得北水淨流入 主要买入是指数ETF 资金主力买入吉利 全日录得5亿北水淨流入 盈富基金和南方恒生科技股ETF 分别都有超过4亿的 北水淨入 阿里巴巴再次录得北水淨流入 淨流出方面 中芯有录得2亿8千万的 北水淨流出 与Kritus谈谈过大市的情况 又回到门局 没什么方向 昨天成交达到1500亿左右 高低波幅是不够300点 市场现在就等待着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月底 人大常委会会议 这是一个有权的组织 预期或者大家憧憬 可能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规模 起码有一个实质的数据给大家参考 另外又听到评准基金这四个字 中国社科院昨天发表了第三季报告 又再次提到 可以考虑设立一个评准基金入市 港股后市走势上怎么看呢 感觉上好像这一刻任何时候 任何时候都有机会开会去出招 好像现在做淡的风险都大 但看到隔晚美金继续在104的水平 人民币继续弱势 对港股又好像不利 你又如何判断后市的走势呢 我想的确现在整个市场 都不是这么做淡的 因为往往一个政策消息出来 可能夹淡冲的力度就很大 你说现在悶事的国是悶 但悶又未必是坏事 悶着赢也是好事 现在最重要是 看着成交就不要跌得太重要 因为其实之前 譬如说 即使有个调整 其实就不是坏事 因为其实之前升得的五级可能很多短线资金 或者即使是机构都是对冲基金